上一节我们讲了Oracle的安装以及PL-SQL的配置问题 这一节我们解决几个安装后留下来的问题 第一个是系统启用之后 Oracle数据库以及网络监听如何去启用 第二个是如何使用Oracle自带的实力数据库 这个实力数据库 一会儿我们再用Oracle压设单条SQL语句的时候会用到 第三个问题是用PL-SQL在执行SQL的时候 它会出现乱码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乱码 还有一个就是解决了乱码之后 它有可能提示信息是英文 那么我们怎么让它转化成中文 就这四个问题 现在我们来启动这个虚拟机 那么这个虚拟机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还是用XCL去连这个虚拟机 连接成功了之后 因为它这里是root用户 所以我们调整到Oracle用户 然后我们要看一看这个税库有没有启动 用SYCLE plus SYCLE 那么出现这个提示说明了我们的税库是没有启动的 启动的方法 先进入SYCLE plus 上一号 斜杠二字 SY TBA 然后呢 启动税库的命令就是startup 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 可能需要一两分钟 出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说明SYCLE已经启动成功了 启动成功之后呢 我们第二步呢 需要启动的网络监听 启动网络监听的命令是lsnrctlstart 好 网络监听已经启动起来了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PR射购去连了 我们启动那个Windows服务器 好 Windows服务器呢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进入 好 我们对它画好看一点 这时候呢 我们启动PRSYCLE 好 好 我们输入密码 好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其实 无法解析指定的 连接标识符 好 我们尝试 因为呢 我们这里配置的呢 是 就是TESTXX 而我们刚才使用的是TEST的 因为是上一次登录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一些缓存啊 东西 我们呢 所以它提示的无法解析到这个连接标识符 这个连接标识符就是这个 点OK 我们这里 输入这个XS 然后再点 重新连接一试 最后这个连接标识符 你必须要顶格写 就是中间不能有空格 如果有空格的话呢 它也识别不了的 它也会给你提示这个错误 好 我们现在PL circle 已经连接到数据库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连接的是 谢谢他们用户 那么呢 我们开启一个 Circle 窗口 我们随便输一个 我们执行一条Circle 查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乱码的现象 我们看到呢 它这里呢 出现了一堆问号 就是乱码的现象 那么呢 我们如何去解决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查找服务器的 服务器使用的 编码格式 我们select 新form NLS 就是这个 下回键 DWS Parameters 这个呢 就是服务器所设置的一些参数 可以看到呢 它的编码格式是 WE8这个 类型的 Language呢 是语 是美语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查看一下 我们本地的 这就是呢 我们本地使用的 编码格式 查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中文 那么呢 实际上呢 它就是用 服务器这边呢 这个信息 服务器那边传过来的这些信息呢 我们本地呢 解析不出来 就是PSrq 它解析不出来 那么呢 我们去 如果去调整它 不出现烂码呢 就是说 你要把 这个 本地的这个 编码格式呢 设置成了 与服务器一致 实际上它这个 它这个呢 塞性呢 就是我们连接的这一次绘画 其实总共呢 这个 编码格式有三个地方 有这个 Database parameters 还有instance parameters 还有这个session parameters 那么这个呢 这个里面的值是在创建数据库的时候设置的 在这里 在这里的时候设置的 而呢 这个呢 一般呢 是通过环境变量来设置的 就是在我们本地的 客户端的环境变量设置的 如果他们database parameters 于session parameters 它不兼容的话 那么呢 你客户端这边呢 就会显示乱码 我们修改的方法呢 就是创建一个环境变量 这个环境变量的名字叫NLS 这个环境变量的名字 这里 它有一定的格式 它的格式就是 第一个参数是 服务器的使用的NLS语言 然后第二个呢 是地区 第三个呢 是编码格式 中间呢 第一个用杠下滑线来连接 第二个呢 用点来连接 这个呢 是必不可少的 这三个呢 最好都是与服务器一致 比方说是 比方说我们的刚才 我们可以看到 服务器这边的设置 是 是 American American 还有这个编码格式 那么呢 我们就要设成一 这样的一致 这里 中间呢 第一个呢 这里面多了一个空格 好吧 这要用下滑线连接 第二个呢 用点连接 我们看有空格 没有空格 好的 一点确立 OK 我们呢 测试一下这个环境变量 NLS NLS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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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建立一次链接 然后我们再建立一次链接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PR社会给你自动提示 好 看到 我们现在改过来了 改正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提示 信息室 现在呢 这个PR社会已经能够 正确的呢 解析这个服务器返回的这个响应 那么还有问题就是这个响应呢 是英文的 就是如果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它变成中文呢 那么有的 有人呢 会建议呢 是对PR社会进行汉化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响应的信息是由服务器发出的 不是由PR社会来 不是由PR社会来 自己生成的 只负责解析这个 服务器的响应 像这些 如果你PR社会 汉化 只是汉化了这些 把这些 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提示的 一些工具的 一些选项的 汉化成的中文 我们这里给大家汉化一下 可以看到 我们复制一个 Pi社会的汉化包过来 我们安装一下 好 这就汉化成功了 然后呢我们把它关掉 再重新启动一下 再重新启动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 它这里已经汉化成中文了 好 现在可以看到 Pi社会这些选项呢 已经幻化成中文了 幻化成中文了 比方说文件工具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 Seql的提示 实际上它Seql的提示 一会儿它还是会显示英文 看到没有 这里它显示的还是英文 也就是说 Pi社会的汉化呢 其实上不能够 不能够 让这个 Seql语句的提示 执行提示呢 转化成中文 转化成中文 这个 Seql提示 转化成中文的决定性 因素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首先呢 我们用XCL去连接这个数据库 连接成功之后呢 我们转到Oracle数据库 Oracle用户 所以这个 杠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呢 我们 进入到Pi社会里面 SOS SOS TBA 然后呢 我们关闭掉数据库 然后呢 我们 启动数据库到Mount状态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执行一条 收购 接下来的收购呢 要按顺序的执行 再执行一条 好 一会儿呢 这些 Seql语句都会在文档里面有 描述 再执行一条 好 我们现在正式呢 开始尝试呢 把这个 制服集呢 或者编码格式呢 改成中 知识中文的 就是这个 那么它会提示 你这个新制服集呢 必须要是 旧制服集的超级 网上呢 有那个 对应的表 但实际上呢 我们这里呢 它并不是呢 这个旧 Character的 超级 我们再执行一条 Sircle 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我们把数据库给关闭掉 我们再启动 数据库 好 现在数据库已经启动起来 重启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 退出 PSSircle 重新连接一次 我们退出 PSSircle 再进入的时候呢 我们再查询一下 这个数据库的 制服机信息 至于修改环境变量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 要稍微给关掉 然后再连接 好 修改环境变量之后了 本地的环境变量之后呢 我们再 我们再 支撑一下 这个 错误的Sircle 看一下呢 它这个提示 我们看到 这个提示 已经转化成中文了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我们这里 还是有一点瑕疵 我们查询一下 我们的服务器设置 我们的语言呢 还是 美式英语 然后呢 地区呢 还是美国 这个地方呢 还是不完美 如果要完全的 做好的话 是需要 在刚才那个 执行的那些 修改了 支付集的同时呢 修改它的 语言 以及它的地区 好 因为呢 我们一般不建议呢 在Sircle 建立之后呢 去修改它的支付集 以及它的 一些 这些基本的 基础信息 尤其是支付集呢 它有可能导致 数据的丢失 那么 我们在建立数据库的时候呢 就要特别的注意 现在我们再重新演示一下 如何建立 正确的建立一个数据库 我们再进入操作系统 我们呢 执行呢 还是执行 可以清一下频道 我们执行一下 DDCA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呢 你要确保呢 执行命令的时候呢 它是Oracle用户 而不是Root用户 而不是Root用户 好 我们开始来建立数据库 Next CurricularDateBase 创建一个数据库 我们创建一个自定音的数据 我们这里随便起一个名字 我们这里随便起一个名字 这里 取消掉 这里呢 SYS和System 这个项目呢 跟密码呢 我们都设成一样 其实呢 我们有这个密码呀 不是太安全 无所谓 好 这一步还是默认的 这一步也默认都可以 然后尤其是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在这里 CharacterSet 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 基于呢 我们这个 中文的环境呢 我们要选择这个选项 不要用它默认的 它默认的呢 是这个W8 W18M 刚才我们演示过了 它呢 在 它不会提示 正确的提示中文 然后呢 我们要用这个选项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选项呢 我们要选择那个 刚才我们自己设置的Z 就是这个 ZHS16GBK 然后呢 这里呢 默认语言呢 我们选择SimpleChinese 简体中文 默认的地区呢 我们选择China 好 这里呢 已经跟上面一致 我们呢 这样设置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就在这里设置 要特别的注意 好 我们分离之后 点击OK就可以了 进入数据库的创建过程 这个数据库创建过程 时间比较 时间比较长